好,兄弟们,珍宝阁的最后一场 注意对战方是孤苏城的队伍 标志性文爷的地府已经在了对面 阴阵打地阵,大克小哥 这把出现了大克阵,怪战方估计又要速推对面了 阴阵大克了对面的地阵 很凶,不过第一回合两边都起的是防御圈 花生色没有拉金刚,拉的是,没有拉金刚护法 拉的是金刚护铁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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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场是壁雷宝宝,没有善恶 那这样子,观战方这边要依托大堂去打了 龙宫不见得都输的,兄弟们 明天因为是周三,周三晚上又有最新的线会 所以明天我播PK可能会以刚刚我们看的曲布孔庙的那个大堂队伍 以及刺青城的龙宫队伍为主 比如说明天我会给你们播放刚刚那个大堂 以及乐哥的第一龙宫 397的龙宫 第二个回合 梦幻西游第一列转回到龙宫了 不知道会打出什么样子的情况来 毕竟是第一次可能会有点疼 场上第二个回合 应该可以看一场 看这场PK的长短吧 应该很短才对 第三个回合 因为前面都是十个回合 十五个回合左右就结束了 总共就只有一个397 哪里397打397 梦幻西游线高端链子 一条397 一条395 两条392 这应该是最顶端的 打法跟上一场的打法不一样 兄弟们 你们发现没有 跟我们看的上一场和上上场的打法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打法 出现的情况是 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人物倒地 龙宫不适合现在这个版本吧 是的 否则龙宫不会出境率这么低 现在依然是不太适合的 两边物理系好像要先连满天 对面物理系花骨山哦 不是打的乱斧 摩天宫这个单位 今天至少给我们造成 造成的感觉啊 兄弟们 亮点还是比较多的 至少摩天宫 虽然手短 但是看起来的PK 还是比较好看的 绝对的精彩 第四个回合 你还算封印 封印能进 不可能 刚刚他们两场 加起来都只有二十个回合 点杀已经要开始了 好 这样皮肝炼方 有可能会上地厅的 有可能会把地厅 给叫出来和上出来 一定的可能和一丝的可能 ヤ� norms 都是麻烦 这样子 只是 先猫 好好 已 听屁 使用 他 愿 来 ться 动 接 陈 好 好 欢迎长路慢慢来到直播间有兄弟说这场陪对战方赢 对战方已经连输两场了赢场其实也是好事情 啊 不要剧头啊有些人我们说对战方赢对战方数连续两场都是这个样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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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摩天宫 一千五一千五 这个观战方 这边顶着罗汉的取秒数据 顶罗也可以秒出数据来 秒三的摩天宫 他在秒人物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个 很明显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 观战方不能在秒人的时候 一起清宝宝 清不掉那么多宠 礼物先赌 破取王公 这边三位被摸掉 队长位已经死掉了 摩天宫这个门派 想要崛起的话 我个人认为 他的点杀 点杀的那个能力 要再增加一些些 否则我们的感觉是 他取秒点杀 跟单秒点杀的差别 命没有特别的大 他得加一个单秒 更加一个 可以增加暴击几率的 一个单秒技能 这样子摩天宫就真的 就真的崛起了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策划应该也没有打算 让更多的传统法系 起来 有消息说是 龙宫要加强 但是现在也不确定 秒四也不可能吧 如果秒四会对 神木林跟魔王寨 这样的门派产生冲击 至少 摩天宫如果崛起的话 他对于女麻木的冲击更大 对于招换系法系 女麻木的冲击啊 肯定会更大一些些 表现先封印 封印能进 第十个环合 关战坊现在 还是占一点点优势的 但是对面并没有出现 小死亡倒地 先用破手环弓 切对面的四号 对面一号跟四号两个散血 欢迎杠上开花 来到直播间 完全买到新号的直播间 摩天宫 在对面有罗汉金钟的情况下 都一直秒不出来 特别高的数据 所以这个时候 关战坊需要大同官府站出来 需要这个大同官府站出来 进行小死亡的点杀 然后给关战坊 这边制造出来 对面没有罗汉金钟的机会 但是现在对面的罗汉金钟 叠得非常的不错 显然是不愿意断罗汉的 花果山的数据 一直都是不稳定的 兄弟们 我上次给你们解说 花果山这个门牌 有点爱之深 择之切的感觉 你们发现没有 但是不稳定性太明显 关战坊这边有个大死亡的点杀 当前我都大死 不知道能不能死 没有盾 单秒的话 关战坊应该是能过两三千 全秒 可能不知道这把要中大死亡 否则肯定是单秒搏一搏的 两百四百六百 对面金钟爵走一个 这个大死亡可能要不攻自破 可能要不攻自破 第十二个回合 金钟爵开启 小死亡 小死亡没有挂到 花果山这个门牌的不稳定性 是现在所有指挥最头疼的地方 他需要花果山点杀的时候 花果山出不来 不需要花果山点杀的时候 花果山啪的下 一万七两万六 如果这把点杀 对面出来数据了 兄弟们 出了一个一万七 一旦开始暴击 他可能会连续打出来 一万多的数据 一 连续五个回合 当一个小朋友的形式 牵你 又一个当头 这就是花果山 又一次 再一个当头一方 又点死了 关战方的单体单位 而且对战方还可以继续 这是花果山的七星八卖 当前回合走当头一棒 他下一回合 还有50%的概率 有当头一棒 所以对面还可以 再把当头一棒杀出来 如果有三个回合 当头一棒都过一万七 都秒杀的话 关战方会有崩盘危机 小死亡 尤其是大堂官府 当头一棒 宝宝拿来贴自己 这把贴的不错 断了对战方的当头 第十四个回合 宝宝齐拳 飞了一只 大堂官府现在已经死掉了 然后关战方这边的摩天弓 一个 假使也死了的话 这样子 关战方这边的输出位置 就会全部出现倒地情况 然后丰脉的一速也倒了 赛点会被对战方直接拿到 火雪 大堂宝出了 但是也不一定啊 兄弟们 也不一定 得看灯刷得到 刷不到 等一下我的电脑又黑了 黑了你们可能会卡一下 赶紧摇摇摇摇摇 把它摇白了 没有红灯了 只能走沙微铁包 摩天弓不死 对面没有了 因为这个时候 对面都在打攻击 没有在防守 明显在打攻击 改名就能中中中 现在对面的 当头一棒连续两把 所造成的一个优势 应该已经过去了 法系大金星 这已经不是亮点了大哥 现在法系大金星很多的 旁边的孟宝达要一分钟开奖 点了关注之后 刷孟宝达就能自动参与 抽的是100的红包大哥们 给落叶萧萧 摩天宫 宝宝的话能绿 五只宝宝都在 队长位已经倒了 我怎么感觉自己又想上厕所 这个剩哪 博地剩哪 好像真的有一些些不行了 我得忍一忍 现在先不去 等会再去 不然等会又得再去 得去好多好多趟 你们会 会发疯的 不去不去不去 不然你们会说我虚的 是的 不去不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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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怎么办 我只能不去 第十七个回合 第十七个回合 这场PK打的回合比 上面两场 这两次队伍的对局 要长一些些 原因出在哪里 你们知道吗 原因出在两边的 手发宝宝换了 刚刚的手发宝宝的话 叫的都是善恶 而这次的手发宝宝 并不是善恶 这次的手发宝宝 并不是以三个开场的首发城 先和写自己 第十八个回合 卖篇的兄弟差不多了 我虽然想你们 但是也差不多了 天公为什么都不忘记 对面刚刚罗尼中都有 如果是平秒的话 也应该能过三千多的 就平秒 三千多应该也够 现在观战方得先考虑一下自身了 因为观战方已经出现小死倒地了 他不能让自己再出现第二个小死倒地 大飘应该问题不大吧 对面如果走面伤的话 观战方 散时崩盘 是比较 难的 走面伤 三个三千 差不多 宝宝有一个小的新老将替 如果二位飞掉 只剩两只 现在珍宝阁这边的叔叔宝宝 应该都没有叫 哎呀我还能绿 叔叔宝宝没有怎么去叫的 现在 欢迎北巡来到直播间 第十八个回合 四位宝宝 清掉 两个童子 一个神吧两名宝宝死得非常的快 人物死得也快 虽然这场PK打到了19哥哥 我们感觉他打得不是特别的快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输出都是有在打的 那么大已经开了 给你们再开个笔心是吗 还要一个笔心对吗 兄弟们 有兄弟说还想再来一个笔心抽奖 给你们再开一个笔心啊 也是一百的红包 背包里应该都有免费的笔心 打开就就有啊 大哥们 我再看一下 免费的笔心在哪里 在这里 一样的开法师们 一千八百秒 最后一个免费红包了 大哥们 笔心已经开好了 点开自己的包裹 送出你们背包里免费的笔心 先点关注才有效 来 拉到下面去 9959胜利收罐马给一个 长地二十个回合 关键方摸了一把 清清 正所谓尿瓶尿急尿不进 兄弟们 在这场PK 他还在亲宝宝的时候 我去一趟厕所 忍不住了 一分钟马上 马上回来 大哥们 很快很快 给我一点点时间 哎哟 哎呀 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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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mister 哎呀 我 牛 我回来了 想来想去 明天得去弄的这个什么 卖动的瓶子了 不然的话 这样子对于你们而言 不是特别好 好 好 我们回到PK 这样PK观战方是大客 对面没有错 但是 这样PK观战方 这边的话 因为是手短的摩天公 所以 他并不能说 透过大客 让摩天公取秒的形式 把对面的宝宝也清理掉 还是得透过点瞎 如果对战方先点瞎 观战方这边没脾气 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卖动的苹果太小了 一些什么 是的 但是 勉为其难吧 毕竟是为了你们 对吧 我不想 我不想 不想太大 第23个 对面当中 1万 1万 2千8 观战方有崩盘危机了 养了多的不够大 防止比新的抽奖已经开了 我是们 免费的 点关注 然后再参与 大哥们 第23个回合 倒地了 三个点位 这一场 PK观战方 输一场也好 兄弟们 毕竟跟对面打了两场了 输一场掉 也是 打了三场了 已经连赢了两场了 输一场回去 会正常一些 会正常的好一些 感谢五龙 谢唐后 找到一绿之 一号位能力 场上现在第24个回合 应该是输了 兄弟们 这个时候对面 顾本秘谱先丢 观战方一点脾气都没有 应该是要挂了才对 没有 总共七场 总共七场 我们全都看了 这个队伍 这场PK完了的话 我看一下时间上 是否能够给你们 再切一场龙弓的PK 应该是可以的 你们再切一场乐哥的龙弓 咱来开场 然后明天的话 我们切紫禁城的龙弓 以及取副可妙的 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大唐 都会吹牛 今天这某个这个摩天宫 总体上给我们带来的感觉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面叫地厅 对面叫地厅 对面哪来的地厅 咕苏城叫地厅 两只灵法一起教 之前说地厅大战 我肯定会给你们拨的 放心 早的 现在不要慌 卖片的差不多就行了 兄弟 毕雷宝宝 一人一只 没有 这毕雷应该是拍着地厅去的 青鸟了一只 另外一只没有青鸟 是岩战敌 还加了一个笛子 再加杜杰精神 保住了吧 杜杰保住了 对面这是地厅 什么速度 好吧 关键放人物都没了 这样太晚了 人物都要没掉了 灵法的全魔地厅 什么 外天不要刷屏 谢谢 外天不要刷屏 谢谢 不然我要封文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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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